林主任 中部长 刘理智 各位睡眠的同好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Sleep Apnea 在使用CPOB的这个治疗 大概会在半个小时内结束 那第一个就是说 台湾睡眠医学学会是两个学字 当初跟内政部申请的时候 就很坚持一定要两个学 医学的学会 所以大家习惯上都称台湾睡眠医学会 实际上是睡眠医学学会 那这个是今天要谈的这个大纲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Sleep Apnea 之后主要是两大类的这个结果 一个就是造成睡眠的分段 会有这些症状 一个是反复的重复性的缺氧 心血管的疾病以外 新功能的障碍 这个都是 大家所熟悉的可能的两大类的后果 那这个每一个这个可能造成的 Mobility的话 那都这个Ost Ratio 大概去整理一下 列在这张表上面 但是简单的来看就是说 那如果跟病人谈的话 车祸大概是普通人的11倍 那心脏血管跟脑中风 大概是3到4倍左右 那这病人当中呢大部分是男性 所以特别提说这个勃起的障碍 是两倍左右 对于正常人的比较 那另外一个就讲说 这有Sleep Apnea的病人 那习商他如果去模拟开车的话 开的比喝醉酒的人还要差 即使他每天晚上都有睡觉 那就是本身的睡眠品质是非常差的 所以他如果去跟个喝醉酒的人 来比赛开车的话 还会比输他就是了 那再来就是说 假如Sleep Apnea的病人不治疗会怎么样 那这边是Base Night的AHI 那8年后呢 几乎都在这条45度线以上 表示说这个会持续的恶化 那如果不治疗的话呢 死亡的风险是会一直的增加 那像这个9年以后呢 Survival只剩下6成 所以表示4成的人在9年的话 如果Apnea Index大于20的话 这么他也可以到达40% 那刚刚宗布朗就提到 要谈Sleep Apnea的推广 假如自己没有曾经使用过的话 这比较没有说服力了 那我就是这个Sleep Apnea的爱用者 那大概用到目前为止是8年了 已经8年了 所以什么碰到可能的这个事情 大概自己都碰过 等一下会跟各位分享 那Sleep Apnea的这个作用 大家都熟悉了 那这个影片也是在门诊的时候 跟病人解说的时候用 那阻塞的部位 在这个Upper Airway的地方 那Sleep Apnea的作用 就是连续用这个灌气的方式 产生一个持续的镇压 把这个会阻塞 会塌陷的部分把它撑住 那通常病人这个听完以后 就会觉得说 跟他顺便要跟他讲 吸气的时候很舒服 顺着进来 通常吐气会有困难 大概一两天会习惯 那是不是要戴一辈子 就跟他讲说 跟你戴眼镜一样 那有戴眼镜的时候就有笑 没戴眼镜就没笑 C-POP也是一样 那会不会是要戴一辈子 就会跟他讲说 大概不用那么悲观 那从以前你戴眼镜的时候 就会想说 你要不要戴一辈子 那后来有镭射的手术 那有这个隐形眼镜 我们也期待C-POP有这样的一天 不过我是等了8年就是了 还没有 药物也还没有更新的治疗方法 那C-POP的治疗效果 大概我们都不用怀疑 这个第一个 当死亡的风险下降 有治疗以后 大概这个风险 就是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那对于所有列的其他的 comorbidity 都是有显著的这个改善 白天的嗜睡 血压 心血管 事件 中风忧郁等等 车祸 还有这个医疗资源的花费 都有下降 那心脏衰竭的存活力有上升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治疗病人 还是不愿意带C-POP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那主要就是对疾病的认知的不足 那不要说是病人 那大部分的这个做睡眠以外的科别的医师 可能对这个都不太了解 那不愿意面对这个疾病 所以我们从病人 他进来的那一刻开始 就要开始做教育了 那他进来的这一天 带门诊来的时候很关键 就是病人是自己走进来的 还是跟着太太一起进来的 那通常带着太太一起进来的 这个第一个问病人说 你是不是打呼的问题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这个病人通常都很无奈 不知道 反正他叫我来的 那就会指向太太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是说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太太说我会打呼 所以叫我一定要来 我就觉得很无辜 很无奈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很关键 这个时候很关键 我们等一下会说 那再来呢 门诊里面我会递 看完门诊会递一个网址的纸条给他 那这是第一次门诊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那第一件要强调的就是太太的角色 假如他真的是太太陪他来的话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角色 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要跟他说 第一个你要先感谢你太太 那今天太太注意到你过来的话 并不是因为你的打呼声吵醒他 假如你在问太太的话 实际上他最担心的时候是什么 是你没有打呼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没有在打呼的时候很担心 你这一口气会不会就断掉 再来就是常常会这一口气吸不上来呛到 这个时候太太就觉得终于有人支持他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是认可太太的这个角色 但还是有人很阿Q的说 我太太就习惯我的打呼声 她听不到我打呼声睡不着 其实才怪 但是应该是说太太非常担心 如果很仔细观察的 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打呼声而把你带过来 而是担心你这一口气吸不上来 所以这个国外法国的法国的研究也是显示的 他们大概六成左右的compliance 六成持续长期使用这个吸泡 那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结婚 那有结婚比没有结婚的话 这个Ostration是1.48 愿意去带这个吸泡 但是各位看年纪性别 那包括这个失税的指数 忧郁的增状 这些都没有影响 但有影响的是结婚这个项目 当然BMI跟AHI是大家所常见会有影响的 但是结婚这个关键因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边有另外一篇研究 是谈到太太的角色 这里面很复杂的研究 第一次的话 请这个先生来做睡眠检查 前半夜做检查诊断 后半夜带吸泡 那确定他要用的压力 第二次呢 请先生跟太太一起来 两个都各做这个PSG做睡眠检查 主要是看太太受影响的程度 那个醒来的次数 那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吸泡 让病人带回去用两个礼拜 那这两个礼拜当中观察说 这个太太可以自由选择 要不要跟先生睡在一起 还是分房睡 那接下来呢 第三次再来的时候 就是先生带着吸泡 太太睡在他旁边 看看他这个时候被干扰的程度 有没有下降等等 那这个study非常少 只有十个病人而已 只有十个病人 当然有个很关键的finding 就是说 先生能够带着吸泡 跟这个太太 愿意跟他同床睡的天数 成正相关 但是这个因果关系 实际上是很难去解读的 是不是因为他带了吸泡以后 太太才愿意去跟他睡 还是因为太太跟他睡的话 他比较愿意去带吸泡 在英国很难去确定 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 所以这也显示太太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碰过一个非常可惜的案例 这是一个急诊的医师 急诊要轮班 所以十六晚上一定会加重他的这个生活的困扰 加重他的工作的效率的影响 那其实他非常愿意带吸泡 但是他有一天来跟我说他不带了 为什么 他说我太太觉得说半夜起来 看到我这个样子会被吓死 所以他就不带了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不带 我说那请你太太过来 我会好好的说服他 他说他不会愿意过来 这蛮可惜的 因为太太而不带这个吸泡 所以太太非常影响 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夫妻间的这个睡眠 其实互相影响 能不能带得住 我觉得说太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这个第二个要提醒的是 打酸其实上是离婚的主要原因 那除了经济跟性生活以外 打酸排第三 那打酸实际上是这个很关键的疾病 所造成离婚 那英国有一些不正式的报导说 大概占离婚的原因里面的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主要是打酸的时候 实际上不只是这个草 隔壁的人睡觉而已 那会引起争吵 因为缺乏睡眠疲劳不安 双方都有 双方的睡眠都被打乱 所以双方的这个情绪 都非常容易的 这个易怒的症状会出来 那最主要的实际上就是 因为打酸而分房睡的比例很高 这九成 那九成当中分房睡 我们很多事情是要在晚上进行的 比如说聊天 这个交流白天的事情等等 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个 不管是肢体上 或者是交谈上面的这个亲密的接触 少了这些机会 婚姻可能就不容易的维持上去 所以我们第二个病人进来以后 除了太太的角色以后 我们要找出说 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他在乎的症状 那在乎的症状是很重要 我们都认为 白天失睡是很重要的症状 其实很多病人是不在乎的 那你跟他说 你白天要不要打嗑睡 他给你填起来 ESS都小于10分的 他都否认他有 但是你问太太一定都有 那为什么呢 他说他看电视的时候 太太说一坐下去就开始打呼了 他说我没有睡觉啊 我只是闭着眼睛休息而已 我没有睡 但是太太说只要躺他 就坐下去就是打呼 打呼一定就是睡着了 没有不睡着再打呼的 所以这个 有没有他在乎的症状 就是说这一边 其实我挑出比较少见的 我们有一些病人 是为了半月起床 小便三四次 为了这个原因 他愿意带CPOP的 那只要能够找得出来 那还有人因为很容易 记忆力变差 还有人有这个鬼压床 Sleep paralysis的经验 这个最有效 就是说鬼压床 跟这个有关系 他愿意带 那再来就是胃酸逆流 这些是大家 传统上不是很知道的这个症状 那最有效的当然就是 新功能的障碍 这个私底下可以来跟他问 那还有 曾经因为这样打瞌睡 发生交通意外的 这些也都是 所以抓住一个他所在乎的这个症状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夜尿 大概如果有夜尿的症状 发生Sleep apnea的这个风险 是一般人的1.5倍 那如果勃起障碍的话 是一般人的3.2倍 那近来第一次的门诊 其实potentially要给他做检查 以前我们就用很多多媒体的这个 这个胃教先跟他讲 你的外观 这个为什么你会打呼 那我们的评估是怎么样 跟他说明 然后一定有个动画 跟他说这个打呼 实际上是一个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前兆 是一个危险的警讯 告诉他说 今天你来 是感谢你太太把你带过来 但是治疗 是为了你自己 不是为了让太太好睡 这个观念先给他拟清 那再来就是会跟他讲一下说 这个做起来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的样子 先给他心理建设 假如没有讲究来做的话 可能会有很大的期待的落差 那接下来呢 我给他一张小纸条 这纸条有几个网站 一个就叫大象俱乐部 EasySleep.tw 那一个就是 刚刚重部长讲的 我们的睡眠论坛 从2004年9月 那时候我成立到现在为止 那再来就是 睡眠321的这个部落格 那还有脸书 现在比较流行脸书 脸书里面也有个 打喊俱乐部 多个这个交流的平台 那主要是在脸书上面 因为每一次门者 没办法花很多时间 就介绍 所以我特别浓缩了一段 18分钟的影片 放在脸书上面 从他的疾病造成的原因 治疗的方式 选择等等 所以这个很关键的是 下一次来门诊 病人跟你说他有看过 跟没看过 差别就很大 有看过的是 有在乎自己的 没看过的就是 不太在乎的 通常就是不太愿意带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排诊 排诊的时候 不在门诊 诊间直接排 我们是要上去睡眠中心去做登记 去瞧时间 跟睡眠机师瞧时间 但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是 他会顺便上去参观 睡眠中心 原来长这个样子 原来是这个 这样子 不错啊 不会很差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 我们很care的是这一张 陪病床 陪睡的沙发 拉起来的床 比原来检查的床 还要大张 那实际上 还有病人来的之后 指定要睡这一张 不要睡这一张的 那我们有试过这个样子 让太太也一起来参与 让太太也一起来参与 那最后上来以后呢 他发现他不孤单 原来医生本身也是病人 那这边我们有一些 个人经验的分享的单张 所以病人 医生也是病人 他没有什么大不了 他慢慢可以接受自己 也是这样这一类的病人 的这个感觉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 原来治疗是用这样子 跟大象长得还蛮像的 难怪叫大象俱乐部 要带这个东西 那最重要的是 他会在这个时候 碰到其他的病人 这其他病人是来带CPOP的 中间等着的时候 就开始交流了 你原来也是这样的症状 你这样带不会不舒服吗 开始制造这种交流的机会 是很重要的 病人的这个同侪团